你今天就跟出来这 今天跑来这边想做什么 你看那个网红今天不来了 机态建设总经理冯先免 十二号向机态大职 预售物买家照开说明会 不少人都在问怎么节约 机态主动提到网红未现身 似乎想用网红威爷带风向 威爷昨天没有去协调会 是因为他另有要事 并不是说威爷已经同意了 机态所提的其中一个方案 还是觉得蛮瞎的 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目前一个做法 也是向台北市的消保官 威爷委任律师紧急出面澄清 没出席室另有要事 风先免对于想要解约的买家 提出四大解决方案 A方案是立刻解约 想额外求偿得透过法律诉讼 B方案解约后退款要先扣约 百分之六点五的销售佣金 C方案是现在解约 但要等两年后才可以拿回全部金额 D方案同样解约但保有机会 到底是什么机会机态却不给问 甚至开始恐吓 整场说明会一个多小时 住户布满机态总经理冯先面 解释的不清不楚 果报场面不间断 风先面巧言善变 除了火器还会近距联发 也难怪不少住户说明会直接不参加 网红威爷委任律师提醒 四个方案都没有 法律依据可寻求 萧保官提出消费争议申诉 想跟基态签约打交道 白纸黑字得看得更清楚 进行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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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